梁超伟怎么都没想到 自己演绎路上的最大敌人 竟然是张学友 作为拿奖拿到手软的实力派影帝 梁超伟很少会被哪个戏粉难住 可就在《东辰西旧》的拍摄现场 他却遇到了自己演绎道路上的最大阻碍 因为《东辰西旧》是一部喜剧 所以导演决定让演员颠覆以往的荧幕现象 将梁超伟从帅气不爱 变成拉人邋遢的倒霉蛋 面对导演的这种安排 没有任何包袱的梁超伟 当即就点头同意了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在拍摄《香肠嘴》的那个镜头时 他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磨难 片中有这样一个镜头 张学友背一对镜头 梁超伟顶着香肠嘴说台词 万是一场再简单不过的戏份 可爱与两人实在太熟 张学友只要看到梁超伟的造型 就忍不住地笑场 笑一一次就算了 可接二连三的笑场 让梁超伟也有了小脾气 当时她的香肠嘴 香肠嘴 对着张学友 对 镜头对着梁超伟 江小伟是背着面 但是江小伟看到她的嘴 一直在笑 原来梁超伟就很生气 你不要笑 你笑我不能做 眼瞅着好兄弟要爆发了 张学友连练保证 不会再笑了 但让人没想到的是 张学友接下来的操作 却是让梁超伟再也绷不住了 做什么呢 他闭上眼睛 这样讲对吧 就在这种 悲喜交加的氛围里 他们两人 艰难地完成了这一戏份 影片上映后 这一组镜头 也成为了片中一大经典 让看到的无数观众 都哈哈大笑 因此张学友还曾疑惑 自己拍喜剧如此成功 为什么 秦武是没人找他拍呢 我特别喜欢看他演戏 他喜欢看我的喜剧 我也很喜欢 没有人找我拍喜剧 真的是 我拍喜剧很好的 梦想饰演大侠的张国荣 怎么都没想到 最后竟演成了老色拼 在东斜西多的片场 为了演好大侠 张国荣十分努力 尽管拍了近一个月 只完成了一场戏 他的热情也丝毫不减 我的角色是一个非常武侠 方面非常高的一个人 所以我在这部电影里头 都会打很多 可怎么都没想到的是 一个月后 自己竟会被导演 赶去东城西旧的剧组 还声称 武打戏拍太久 剧组没钱了 先去拍一部喜剧 回回本 就这样 张国荣从欧阳峰 被迫变成了黄药石 更过分的 还是一份片酬 拍两部戏 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 张国荣当下就一口回绝 不干说什么也不干 今次导演刘正伟 也有的是招 二话不说就威胁到 不言也行 但到时候找不到人 拍不完 你这大侠也就泡汤了 再说 这部喜剧又没剧本 想怎么演 还不是你说了算 在诱惑与威胁的 双重夹击下 张国荣只好点头答应 可惜拍到一半 他却被导演要求 与梁家辉 拍一场打琴骂俏的戏 听到后 他瞬间瞳孔地震 和美女贴贴还好说 和曹哈子贴 这算怎么回事啊 气得他当场就要撂挑子不干 但想到自己的大侠梦 他也就只能妥协 完成任务了 分享着这段双飞燕 会成为自己演绎生涯的污点 谁料上映后 竟成为了片中经典 27天就完成的东城西秀 拍摄时 演员能有多欢乐 在现场我觉得 他们挺享受的 因为在我姐一边 他们是好像开party 王家为拍戏是出了名的墨迹 当年在拍摄东斜吸毒时 一个月就拍出来 异常有用的戏 这种进度 让投资方着急的不行 直到确定电影 不能如期上映 王家为才将好兄弟刘志伟 拉来救场 你看这东斜 肯定是拍不出来了 要不你把这群演员拉走 拍点别的出来 明知是坑 但刘哲伟也只能跳下去 毕竟老人同属一家公司 要是拍不出来 那都得挨顿皮 本因为这个决定 会让众位演员十分抵触 可谁料他们竟异常兴奋 只因与王家为拍电影 拍折磨人 如今半路拍喜剧 那简直就是天降惊喜 而在这部喜剧中 诸位大看演员 可谓是释放了天性 拍摄东西吸毒时 王祖贤受了不少罪 于是在拍《东城吸毒》时 他直接枉费了自我 同时天王张学友 更是在片场一掌歌喉 觉得歌词不错的刘正伟 还专门为他设计了一套动作 整个环节可谓是被玩出了新高度 或许是片场太过欢乐 电影杀金时 诸位大咖十分不舍 还纷纷和导演表示 有些桥段没发挥好 想要再来一遍 可这借口 导演若是能同意 那就是见了鬼了 之后这部没有剧本 仅用27天就创作出来的喜剧 一星上映就斩获2237万的票房 还与周星驰的唐布霍点秋香 一同位列香港年度票房排行榜前十 直接弥补了东西吸毒 只有900万的票房亏空 好了 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你如果想了解的内容 请在评论区留言 同时你可以动动小手关注我们哟 拜拜 拜拜